你知道 我不懂的一件事情是 现在我们台湾有全世界最好的半导体 我们有最好的半导体的科技的产业链 可是现在不是缺氮吗 缺氮以后大家就去检讨 可能半天我们的养鸡厂 我们的养鸡设备非常落后 我们不要说比日本 日本我们比日本的氮药贵 结果我们比日本的氮品要差 我们比泰国都差很多 那到底差在哪里 老板我们看这个是 台湾现在有一种 有人讲85% 有人讲91% 我们的鸡舍 还是一个非常肮脏 非常拥挤 这样的一个生产弹的效率非常低 但你看日本 日本很多都已经气象化 都已经是水帘式的 而且我们讲是什么 夏天清凉 冬天温暖 对 之前在缺氮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天气太冷 所以鸡不下蛋 然后说什么因为有禽流感 鸡都被扑杀了 什么国际饲料太贵等等 我就会很想 除了国际饲料太贵之外 为什么台湾到现在 还有禽流感问题 还有天气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蛋到现在 还供应不过来 这件事农委会要负很大责任 我们来讲我们科技 也有这么厉害的金面 可是我们的养鸡舍 却是这么这么的老旧跟传统 老旧传统吗 对 原因是这样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台湾老旧鸡舍的状况 老旧鸡舍 这应该是非常多人熟悉的 现在去中南部 非常多的鸡舍多长这样 对不对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国际上的鸡舍不长这样 现在国际上的鸡舍 应该要像日本这样 水帘式的恒温的控制 水帘恒温 对 什么意思 我先跟大家讲 这是水帘恒温 对 全台湾有1613个鸡蛋厂 其实是有媒体 特别去统计的 里面像我们刚刚看到 这种传统鸡舍 大概占91.7% 那91.7% 就是我们看到 基本上传统的 那种水帘式恒温 现代的呢 其实只占8.3% 那很多人就问 请问新跟旧 传来哪里 对不对 很简单 我第一个 因为了水帘式的机会 我们看这种 这种是半露天式的 对不对 这种半露天式 你根本没办法隔绝 飞鸟跟老鼠的进来 所以谈禽流感 对不对 对 一些鸟死在里面 老鼠跑进来 鸡很容易就传染 可是你知道水帘式的 那种全部都控管的 你不会有鸟掉进来吗 你不会死掉了 外面的东西进不来 不会有外面进来 它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干净的 没有无趣那是干净的空间 所以第一个 旗流感就比较少 第二个 控温 因为这种水帘式 其实都有研究 水帘式加上上面 如果加上太阳能板滑 大概以夏天来说 温度会少8度 但如果再加上湿度的空置 可以缴10度 所以对鸡来说 这种温度 外面30度 里面20度 对 夏天可能38 40度 里面30度 所以当然对鸡来说 太热或太冷 所以它是自动运送带 自动清扫 自动把这些鸡粪给清理掉 对 好 我讲完温度的时候 刚刚之前没有讲吗 太冷鸡不下蛋 太热鸡也不下蛋 可是你横温的时候 对鸡来说 下蛋率就很高嘛 还有刚刚有看 清扫粪便的动作 对不对 清扫粪便的动作 你就减少 减少传染病 还有什么 粪便太多味道 到时湿度上 也会有变化嘛 所以其实是有统计 现代化的养鸡场 跟传统的养鸡场 它的鸡的下蛋率差多少 差30.56% 换句话说 再差三成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很单纯在讲 台湾鸡一天产蛋 是0.52 可是日本是0.84 台湾一个蛋鸡 一年可以产 190颗蛋 但是日本可以产 305颗 我们也输意大利 意大利是0.82 台湾是0.52 你们讲日本嘛 你养鸡养到 连意大利都养输 这怎么好好讲的 而且我看到 这个对比更妙 其实我看过 以前就是什么 拿这种所谓的铝的筒子 然后把这个蛋放上去 这个蛋放上去 蛋不会破吗 蛋不会压坏吗 可是你看到 人家日本是用输送蛋 你还用这种 铁桶子去抓 你这要耗损率嘛 你雷残 你整桶蛋就破了嘛 这要耗损率嘛 但是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因为台湾养鸡场结构 大多的小农或老农 1万到3万只的养鸡场 占58.5% 大型的15家 你对于大型的人说 当然台湾这15家 早就改成现代化了嘛 可是问题是 你如果要确保 台湾的农业是稳定 请问农委会 有没有责任要去介入 1万到3万家的辅导 甚至是补助 对 这才是农委会的工作啊 而且我最困惑的是 农委会不是没有补助 农委会的预算是 全台湾各部会预免 是数一数二的哦 农委会有这么多的险金可以补助 结果 挖刷刷帮挖水最老挖底掉西底墨 我就不知道他补助到哪里嘛 这才是问题嘛 我在讲一次 台湾有台湾的结构 1万到3万只的基长是小鸡农 他不是要补助吗 对 所以我回答你的问题吧 杰克 为什么台湾科技这么厉害 农业那么差 因为台湾科技有张中萌 农业有陈其重嘛 陈其重 档次差多少 在讲一次 台湾科技有张中萌 台湾农业有陈其重 档次又差很多嘛 那可能就问说 有没有缺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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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跟我讲有没有缺蛋 第一门嘛 我们现在是不是从泰国拿蛋回来嘛 现在大部分是限购两核 你没缺为什么要限购两核 这第二件事情 我们都帮他找好了嘛 蛋价什么时候彩量回稳 一开始2月下旬微混 中央保证3月减蛋花 4月大幅减少排队买蛋现象 后来变5月中旬国内产量可能稳定 现在变成6月中旬恢复残忍 2月3月4月5月6月 都你陈希兄讲的 请问到底几月 我不知道 反正我陈希兄就呼弄 我1月就讲2月 我2月就讲3月 3月就讲4月 3月快结束 我就讲5月或6月 他就呼弄你嘛 然后被逼得实在受不了 是我随时可以下台 对 然后我随时可以下台 已经讲了6年了 还不下台 还不下台 他还说赔苏人帅去种田 苏人帅下台了 他还在当官 好 这个东西让人家回答是 农委会不是没有钱 农委会不是没有钱补助 农委会有很多钱 他也花了很多钱的补助 结果恐怖在哪里 你不补助还好 你补助了 你就把这个所谓的资源的分配 完全的给混乱掉 你嘴巴讲说你要辅助弹农 搞了半天是什么 你辅助的最后结果是 弹农不淘汰弹机 结果我们的弹机的生产率更低 然后你也不去做处理 你眼睛在看到问题 眼睛在看到问题发生 眼睛在看到问题爆发 然后你什么都不管 最后两手一摊 再花更多更多更多的钱 去国外买蛋 因为跟各位观众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 产销制的农业的规划 是谁规划 是蒋经国时代规划 所以说你现在看到的 这些产销制度 当初规划是谁 是大家熟悉的李登辉 是余如同 所以这一套制度 已经有五十几年了 我不要好奇是 台湾的蛋跟日本 真的差这么多吗 日本的刚刚讲 你物价比台湾高 你的人工成本比台湾高 你的这个所谓的 饲料也比台湾贵 结果你说 日本现在养的蛋 不但是比台湾便宜 品质还比台湾好 就是因为整个生产的方式 跟台湾完全不一样吗 是的 我们台湾到现在来讲 还是以大概两万头 小型的机场为主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机场 这些机场下蛋率 为什么低 你想想看 我今天这一只鸡 在这里 要风吹日晒雨淋 甚至还要被跳蚤咬 大家记得之前有鸡蛋残留分谱泥的问题吗 为什么会有分谱泥 因为这些鸡露天在那里 跳蚤进来了 那你要把这些跳蚤去掉 你就要用虫药嘛 你就会有分谱泥 那请问 你说跳蚤都会进去 对 跳蚤都会进去嘛 所以说我这些鸡立在这里 我不单是运动没有空间 那我这些冷啊 热啊 跳蚤咬 会影响我的心情不好嘛 我心情不好 我就吃不下嘛 我吃不下就不下蛋啊 所以台湾的下蛋率 所以才会这么低啊 根据农委会最新的资料 111年 我们已经养了4500万只的鸡了啊 可是我们养了4500万只的鸡 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够吃 台湾的人会增加吗 不可能嘛 台湾的消费值会往下降 可是为什么 因为你的产蛋率越来越低 因为你的勤色 根本没有办法挡住 像这些极端气候 我今天天气那么冷的时候 我们密闭厂里 我可以加温 我有煤气可以加温 可是我今天如果是露天厂在那里 我加温没有任何功能 所以说每一次寒流来的时候 在鸡舍 在这种开放鸡舍里 就死一堆 这些鸡 你想想看 我在这种十几度的环境里面 光人就受不了 光是鸡在那种环境里 风一直吹一直吹 不要说禽流感啊 正常的感冒 一般的感冒就要命了 所以说产蛋率才会一直这样下降啊 那你今天农委会 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去改变这个问题 而且你按照你自己写的脸书 农委会早就知道 台湾有缺蛋问题 可是农委会知道 有台湾缺蛋的问题 我就是不承认 我就是完全不承认 我也不接受 我也不处理 就搞到鸡飞狗跳 对 所以国外在讲的叫做 任性农业 resistency 他讲的就是说 我农业如果遭受到极限情况的时候 我农业要怎么回复嘛 那回到了台湾啊 就叫任性农业 就是我很任性啊 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所以台湾受到这种 极端气候的影响的时候 他不是向国外可以 急速的震荡 急速的回复 台湾就回复不了啊 那我们台湾就是这个情况 农委会不知道自己底下 85%的蛋 都是来自这种开放式的厂吗 他很清楚啊 他很清楚 这些开放式的厂 在遇到寒流 遇到损伤之后 他的恢复是恢复不了的 而且禽流感的问题 从我们前年就开始讲了 禽流感的问题 在台湾根本没有解决啊 那根本没有解决情况下 你的蛋供应怎么会回复 农委会都很清楚啊 可是他到了国会殿堂上 是怎么讲的 他到了国会殿堂上之后就讲说 没问题 1月会回复 2月回复 3月回复 到现在3月一过之后就说 完蛋了 都是禽流感害的 我们要从国外紧急进口鸡蛋 那请问你 你前一场在那种专家座谈会说 我们早就知道供应不上了 所以说我们这些都为了小农 那请问你可以在国会殿堂上 公然的说谎 他无所谓啊 成一种会在乎这个吗 对啊 所以这根本就是 那另外我提到一个是 之前不是叫我们的国军 去喝所谓的豆浆吗 我想说干嘛要喝豆浆 你说搞了半天 是跟我们的整个大豆政策有问题 对所以这又宣承到农委会的双标 之前那时候 主委就在立法院答应的这些说 我们要加码请国军喝豆浆嘛 那后来媒体就去问 农粮书长胡中医啦 胡中医就说啦 因为我们现在大豆种出来啊 国产大豆都没有厂商要用 都卖不掉啊 没人要国产大豆 没人要用国产大豆 因为你很多都是这些秃鹰种的 品质也不好价格也高 因为国产大豆我还是要替国产的业者讲一下 就是国产大豆有些固定长期在经营的业者 像台南的苏信青龙 或者台中的一些合作社 他们都经营的很好 他们的大豆都供不应求 可是有些依附着农粮属的农业秃 我需要补助的 对我需要补助的 我去冲面积的 那这些人冲了面积之后 去哪里 去宜兰 去桃园 有没有 那你不能生产大豆吗 因为这些地方冬季多雨嘛 大豆你是要在干旱的区域嘛 所以台湾大豆产区 其实都在台中以南嘛 那你只会跑到宜兰 跑到台北 跑到桃园去生产大豆 那你这些大豆下了雨都生产不出来啊 所以你还要领灾害补助 又收不出来品质又不好嘛 所以最后都变成农粮属出来处理了 都靠国金出来处理嘛 对啊 那你现在之前我们踢爆这些事情之后 你看农粮属马上23号就发一个新闻稿 说国产航豆供不应求 说库存太多处理不掉的也是你 现在说供不应求的也是你 对不对 你马上就可以自己打自己的嘴脸 这就是农文会的嘴脸 所以陈吉仲会这样一翻 动不动就翻过来讲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反正他也根本不在意啊 对不对 也监督不了啊 国民党立委也不监督啊 监察员也不管啊 你看猴子的案子 监察员马上出动 那弹架问题那么久 监察员有动过吗 没有 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这个基带为什么要把基设弄好 因为人有代谢或付 天有不设风云 你不把小气候弄好 这个大气候随便来 你所有的一个状况 你会挂掉 这样听人家讲的 在现在在美国 有一个 这个就是这个画面 我看他吓死了 你连在高速公路上 你照着规矩开车 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 这个发生在加州 这辆奇亚汽车 他就开在自己的路线上 就没有想到旁边的皮卡车 突然天外飞来一个后轮胎 轮胎飞出来之后 他就撞上那个轮胎 所以你看到很可怕 那个画面根本就 整个飞起来 然后往上掉 所以现在这个人 他碰到一个轮胎 他可以飞这么高 对 很可怕 因为那个车速 其实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情况 所以人家就说 你这个是真的还假的 真的是这样发生 这台车就没了 就没了 所以这不是拍电影 这要必须讲一下 所以大家 其实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真的要小心 旁边一辆车的轮胎飞出来 反而会造成你行车上 很大的一个危险 而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是 这个地方不太有人祸 还有龙卷风 是 加州最近也发生 很严重的龙卷风 而且花车是 四十年来最强的龙卷风 你知道吗 强到什么样的情况 根本来不及发警报 而六十秒就扫出了 十一栋的一个围楼 我只要反正经过之处 你看有没有 整个在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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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全部都是因为 龙卷风的关系 所以导致它的建筑物 已经遭到毁损 所以是一些断岩残壁 在那边飘 所以在车子要经过的时候 都非常想要避开那个地方 而且除了民宅之外 还有很多的工厂 你会发现 它都是局部之后 然后就开始卷起来 他们就说 现在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是 随着气候暖化的一个情况 包括龙卷风发生的地点 比如说有些州以前 根本不会有龙卷风 现在竟然也发生了 龙卷风发生的地点 不断地往南移 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 他们就发现说 龙卷风的那个速度 强度非常强 而且持续很久 所以他们就说 现在美国面临到 一个气候暖化 导致它龙卷风 所造成的伤害 竟然越来越严重 你们看到那整个 那个速度有多的 有多么快 一些这种龙卷风 都发生在大平原 在大平原 特别是它的农业区 结果现在发现 这些龙卷风 不是在大平原 不是在龙卷风 连这种住宅 连这种工业区 都发生了 让你造成的伤害 就更大了 对 而且他们就说 现在所发生 四级强度的龙卷风 以前所谓 四级强度龙卷风 是大概所有龙卷风 里面不到一% 但他们说 现在很可怕的一个情况是 好几个时候 都出现那个 四级强度的龙卷风 所以他们就说 其实这是一个 很不寻常的现象 它对于整个 美国的一个影响性 跟灾害性 其实越来越严重 你看雷雨交加一个情况 然后也是 那莫名就晚上 就莫名其妙突然一个地方 你仔细看 其实有红光 红光之后呢 你定眼一看 竟然还有一辆车子 在空中盘旋 就是因为它龙卷风的一个关系 他们有没有看到 一个亮亮的 那是车子 那是车子 车子被吹上去了 整个就卷在龙卷风上 那是车子 那是车子 所以他们就说 不知道人还以为是个小飞机 或者是无人机之类 不是 它是一辆车子 所以他们就说 这实在是很不寻常的现象 反走过之处 它所造成伤害很严重 你现在看到的是 另外一个小镇 是密西西比的小镇 他们说事实上 以前的密西西比小镇 很少发生龙卷风 这小镇可以说是几乎被灭震 它本来大概有1700人 结果呢 你知道很可怕的地方 是它龙卷风发生的时候 本来旁边有一个餐厅 这餐厅里面 有大概快10个人 就是龙卷风来得太快速了 还好就是他们老板很机灵 就说赶快躲在冷冻库里面 躲进去 所以你现在看到 事实上这里原本是有个餐厅的 现在完全餐厅不见了 这本来有个餐厅 完全餐厅都不见了 还好他们人活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很迅速地躲到了 那一个冷冻库里面 所以他们逃过了一截 所以他们就是说 如果说连密西西比重 以前很少发生龙卷风的地方 现在却在这个 而且提前发生 而且风卷风率很快的话 事实上这是代表的 美国已经要即将进入到 一个气候因素 而导致龙卷风频传 长度频传 时间更久 频率更高的一个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by bwd6 by bwd6